买PS5还是PS5 Pro 玩家该怎么选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选择也自然不同 PS5 Pro相对PS5标准版 主要升级的地方是 4K画面模式从30帧提高到了60帧 光追模式也会更好一些 硬盘容量翻倍 索尼官方说PS5 Pro的画质模式 和PS5的画质模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俩的技术是不同的 但是观感是相似的 所以说现在虽然没有发布PS5 Pro PS5在4K屏幕上的画面 样子画质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4K电视或者4K显示器 那就看不到PS5的画质模式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上Pro 因为画质高保真模式是4K屏幕独占的 说完画面咱们说帧率 如果你能接受30帧 或者认为60帧没有必要 那就不用上PS5 Pro 索尼官方也说了 有四分之三的玩家都接受不了30帧 如果你有高端PC 也是不用买PS5甚至PS5 Pro的 那什么叫高端PC呢 那就是可以以60帧畅玩4K分辨率的高特效的游戏 最好是有光追的 像这种电脑出来的那个画面和PS5画质模式的那个画面 有一眼可见的差距 目前来看像这种电脑的显卡怎么说也得4080级别起步 目前4080已经停产了 参考4080s单独这张显卡的价格是9000左右 那这个高端PC整机的价格从小2万到3万之间 虽然你有高端PC 但是如果你想玩像GTA6这种首发PS5的游戏 那还得买PS5 那怎么选呢 看预算 不差钱的选PS5 Pro 差钱的选PS5标准版就可以了 视频的最后说一下 即便是PS5 Pro发布了 走量的还是PS5标准版 PS5 Pro的销量占比不会太高 因为PS5 Pro它只是一部分玩家的玩具 所以已经拥有了PS5的玩家也不用担心 是否要升级到Pro看个人需求和预算 并不是说出了ProPS5就被淘汰了 PS5的购入价光驱版3000以内比较正常 如果超过这个价格 多出的那一部分钱就是你为自己着急而买单 因为之前有很多次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价格区间 我想以后也会有的 好 以上信息给各位参考